他们曾是身居高位的官员 可如今却和形形色色的人群一起关押 该所监狱坐落于广东扬江 一共收押了近万名的服刑人员 其中因为腐败问题的就有两百多名 如果你也有里面的兄弟 今天可以看看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这位名叫罗英国的中年男子 曾经担任广东茂名的市委书记 后因涉嫌贪污受贿被判处了死刑 缓期两年 到案以后 他一共交代了一百多名处级以上的官员 而其中七十多人都被关押在了阳江监狱 他说到这个落差太大 就是说以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这种记忆环境 跟在这个入监以后这种环境呢 是天地之别的 说到底呢 还是人失去了自由以后带来的痛苦 那么像他这样的职务犯 又是怎样在监狱中度过的呢 事情要从每天早晨的五点五十分说起 这使得众人开始起床洗漱 并且需在十五分钟以内完成三十八条行为规范 以及服刑人员严格遵守的十不准 他们都要谨记且熟悖于心 朱玉英之前担任过茂名市的人大主任 期间曾向罗英国行贿二十余万 对方出事以后 朱玉英便一直生活在了恐惧当中 但是他也同样清楚 等待他的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没有意外 在罗英国被抓的两个月后 朱玉英就被继位带走 此后不仅承认了对其行贿的事实 且还主动交代了 自己受贿一千三百万的情况 朱玉英说道 你不主动交代到时候这个事情反正有惹事 你也封不住我 是这样考虑的 现在轻松了 我就好像你其他什么原因在出事 与我无关了 说不好听 我现在睡觉好睡了一点点 他同名义里的赵德汉一样 将自己平日收到的赞款都藏了一起 直到案发都一分不敢花 起初他是打算等到退休以后 没有意外才敢拿出使用 但是该来的总归还事要来的 提起受贿的心理过程 每个罪犯都是从最初的战战兢兢 到最后的示弱寻常 对此朱玉英表示 开始他也一直坚守心中的那片净土 在之前工作的几十年间 他也不想将这个饭碗打掉 然而这个东西一旦打开缺口 定然就会泛滥成灾 在表面上他不断地提倡着连正反腐 但在背后他却是腐的根源 有时候就是那些话 在我们听来是非常好听的 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 这说这种话的时候 一种是一种自己的责任所在 第二个 也希望听这些话的人能够有所体会 这是一种矛盾下的心理矛盾下的 如果你不说不理解 你不认识到这是一种责任的时候 可能你的胆子就会更大一点 但是每说一句话 每开一聚会 最少见的时候对你的思想是清新的 杨江关押的七十多名职务犯 曾经都是罗英国的下属 其中与之距离最近的便是朱玉英 两人的监设仅有一层之隔 每逢有机会见面的时候 他们都相互称对方为老朱和老罗 对于老罗将老朱牵进来这事 朱玉英表示并不生气 而且他们见面也不会提及此事 在这里互相之间不聊这 个犯罪的问题啊 都不聊就聊下场后的问题啊 身体问题啊 大家保重啊是不是 哎呀 反正都到这个程度了 也就是既来之则安之 保重身体 父道珍重 每天早晨的六点五十分左右 吃过饭的服役人员 就开始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九千多人先后有序地进入车间 每周六天 每天八个小时 这是他们平日的工作时长 老罗和老朱都被安排在了彩灯车间 主要工作则是往小灯泡里装灯丝 刚到此处的时候 老罗一天只能坐一千来个 可伴随着熟能生巧 如今已经突破了单日四千的成绩 出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原因 监狱也会将每个人的数量分等 老朱便是因为年龄和疾病的问题 工作量相对老罗要少上许多 他们每日吃的也是相当不错 一米两菜都是基本准则 今日菜系是胡萝卜烧鸭和青炒丝瓜 中午11点40分 各车间的服役人员开始收工 随后由一名值日人员下楼打饭 午餐过后 都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 直到1点50分 这才开始下午的工作 每到周一的时候 众人都会来到一个公开篮前 上面不仅登记了前一周的劳动成绩和嘉奖理由 还包括服刑人员每月的花效额度 除了看看你自己 一般同我们一个房间呢 我们一般都会看一下啊 大家会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嘉奖的这个情况嘛 对应该说你第一关心的还是嘉奖 因为嘉奖呢 积极牵涉到他将来的减刑 按照规定 服刑人员连续获得6个嘉奖 将会得到一个表扬 而在获得3个表扬以后 就会得到一个积极分子 这些都会成为他们申请减刑的条件 单从劳动改造的方面来讲 如果超过劳动任务的30%以上 就能得到一个表扬 为了杜绝有人帮忙或是数量不够 每人的面前都摆放着一本功课 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每人每天的任务和完成数量 他们三到五人一个小组互相监督 最后再由值班民警确认签字 此时距离罗英国入狱已有一年的时间 这使得他不仅已经戒掉了抽烟 而且身体也比之前好上许多 平日里他会将自己工作得到的酬劳 用于购买一些书籍观看 还会在周末的时候 参加监狱组织的书法兴趣班 这个班里的成员大多数和他一样 都是职务犯 其中一人这样写道只是不引到权之水 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虽然此事已晚 但对他来说也算得上是亡羊补牢 最后希望他们都能好好改造 争取早日出来重新做人